今天又是一個帥哥美女的組合啦 十二日Ella 周灯豪 一起出席品牌活動 說起Selina日前 終於迎來寶貝兒子小妖過 Ella只有滿滿的感動啊 妳不是有去生小孩嗎 對啊 生小孩對不對 有 我就是真的去陪Selina生小孩 而且這一切真的就是 那麼剛好的緣分 時間上就是有遇到 然後我也是這樣親眼見證 覺得生命的奇蹟 而且其實我在看Selina 這樣子努力的過程 真的非常感動 因為你有多瞭解她 你就會知道她的那份努力 是多麼的不容易 然後看著她的人生 經歷過這一切 真的覺得哇 生命就是個奇蹟 剛剛才三個人 是不是都有有點淚流滿面 就很感動 很激動 但是我覺得Selina真的有說到 她想要做的那個 優雅生產的那一部分 所以今天呢 我也會保持一個優雅的訪問 不輕易暴走 謝謝 妳有跟她講什麼話嗎 因為她那時候剛出生嘛 還在黃身 我比較關心她媽 對 但現在 這個 我自己的感覺我覺得都有 反正是嬰兒嘛 每天都在變化 然後我又發現嬰兒有時候長得很像 他們都皺巴巴 很像老人 他們沒有眉毛 然後又沒有牙齒 所以看起來很像老人 然後又一直這樣很用意的時候 就會有抬頭文 所以我就 我看到小妖狗就會開始去翻鏡 好像小時候剛出生的樣子 那因為我接下來比較有時間 所以我跟她說 妳放心 反正我有空的時候 我就會跑去妳家 去幫妳護嬰兒 教妳怎麼幫她洗屁屁這些東西 那妳有教小徐嗎 我如果去的話就順便一起教啊 但我覺得小徐很棒 就是她非常的理智 在處理一些事情 而且她都會幫Selina 記住她忘記的事情 那我就覺得她們兩個 真的是蠻複補的很搭配 而另一邊的周湯豪 就是頻頻被傳 和歐弟前妻有曖昧 瑞菲文她今天一次說清楚了 你需要幫忙就Cue我 我很會治她 那從頭要怎麼講 她會反彙蓋眼睹 一哭二鬧 你們先問問我啊 什麼一哭二鬧 誰跟你哭一哭二鬧 我又來了 她就問妳最近開不開心 開心嗎 一直都很開心 那就好了 好 所以現在是有男生 單身單身單身 對 有的一生 年輕人為慢 沒有 因為這火鍋比較健康 沒有 就平常晚上不知道要吃什麼 對啊 吃特別好 沒有沒有 我會吃的地方就那幾個 所以大家不要一直拍我吃飯 我就跟朋友吃飯 沒有 就是跟朋友吃飯 所以我沒有覺得特別好 也是啦 多多常常 對 Sen 你 是 對 現在 招待 這樣 在